好的 周深运动者没就位了 那么各位 欢迎各位光临琴咖FM官方频道 我是你的DJ Lemons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今天正式的访谈 欢迎各位走进琴咖FM官方娱乐频道打造的猛乐访谈 今天这期叫做一缕执念浅浅深深 DJ Lemons对话天籁魔音周深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琴咖FM的猛乐访谈 今天我们特别开心请到了周深 那么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神仙 用她演唱的方式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走进节目好吗 一二三欢迎 呃 今天没有这样沟通过 没有这样沟通过 好 那重一来 没关系 重一来 来来来来 我们再说一下 有请周深用天籁魔音的嗓音 来跟我们来一小就清唱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来 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 让你一个人孤单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周深 哈喽 Lemons你好 嗨 欢迎周深 好久不见了 就是上次一别 最近是胖了 是瘦了 让我们大家看看 看不到 最近是高了 高了吗 又长个了是吧 挺开心的 怎么样 没有啦 开玩笑了 我也挺希望的 对啊 今天我们特别开心 因为之前我们是面对面的 在我们的直播间见面嘛 所以今天特别开心 又见到萱萱 给我们讲讲吧 最近在忙些什么 最近呢 最近呢就很开心的是 发了歌啦 像刚才清唱的两句 那个《来不及勇敢》 也是一首新歌 然后昨天 哦不对 今天 刚刚又发了一首新歌 叫做 没有说完的故事 是吗 是叫什么 没有说完的故事 对 你知道那首歌 《来》是个动画电影的歌 嗯 那首歌 我跟深深说 今天我在 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老累 我老累都快纵横了 你知道 就谈到 想到很多过往 我们讲讲这首新歌吧 新歌入手 这是怎么样一首歌曲 嗯 这个歌曲呢 是动画电影 美食大冒险之 英雄会的片尾曲 嗯 然后当时 首先这首歌 也是钱雷雷歌写的啊 嗯 就是我们那个 大鱼的曲作 然后当时 他在帮我写这首歌 他想说 我们要想做一首 跟我以前风格 不太一样的歌曲 嗯 所以当时候这首 在订歌的时候 其实有个比较高的key 和一个比较低的 一个调的 后面我们也是选了 一个音调比较低的 也算是一个 尝试一下 他自己没有怎么 经常唱的一个唱法吧 所以还挺纠结的 嗯 因为不知道 唱出来会不会好听 然后这个电影呢 看完这个歌词 我也不知道 他说的什么 所以我也挺好奇 他说的是什么 嗯 但是我有看了一下 预告片 和就觉得 3D效果做得挺好的 里面的 嗯 然后他 他是个2D电影啊 但是里面的3D建模 都特别特别的好 然后我也挺好奇 想去电影院看一下的 我明白 你看了 今天因为这是我们的 呃 这个网络广播平台啊 有很多小伙伴在公屏上 给你打字 其实深深可以 即时的来看到 有没有你熟悉的小伙伴啊 你的生米啊 跟他们打个招呼 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今天深深你发微博说 要问一点有 我看有信息的 其实有心意的是吗 有心意 对对对 打错字了 对啊 所以他们我我看他们 手癌一直没有被治好 嗯 看他们公平地说很多话 可能我们会看到很多 大家的问题啊 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吧 一个小时时间 也足够跟我们大家聊聊 周深的音乐的 啊 这张新专辑 对啊 啊 我记得上次曾经跟深深分享过 这张新专辑叫深的深 对 深的深 这个主题是怎么样的想法起名叫深的深 首先我们第一反应是想的是 高老师他建议的是我这张专辑叫做一个人的唱诗班 那后面觉得一个陌生人看到这个一个人的唱诗班 会觉得这是什么 就是一张什么样合唱团的专辑吗 就不会想到是一个歌手的专辑 后面我们想的是也不要太文艺 就想的是跟我名字有点关系 就取了我名字里面周深的这个深字 然后后面又想的是 然后大家算是对音乐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了解吧 因为这张专辑制作人隐约他是词作嘛 就我觉得词作对歌词的想法 当然是会比我这个歌手或者是 或者是听众来说会更深入一点点 所以后面就叫做深的深 这张专辑我记得之前是跟深深说 我当时是突然间就在流媒体上出现之后 那天早上好像是秋天 是不是秋天的时候发行 就一气声听下来 我就觉得没有听够 这是真心话没有听够 其实当中有几首歌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几首歌 我们看看小伙伴 最喜欢真心当中哪几首歌 大家最喜欢哪首歌呀 我先说我排名前三的 我首先最喜欢 其实是最喜欢迎刃 浅浅浅浅和迎刃 我一直是不能分到底最喜欢哪一首 其次是寓意里执念 简直是 看他们有人说 我也是特别特别喜欢 那作为深深的你最喜欢 我最喜欢的呀 我每首歌都特别喜欢 上次也这么说 对啊 因为这是事实 这样专辑 没有办法选出 对因为每首都特别喜欢 因为这样专辑 我从筹备开始到最后的发行 完全是经历了三年嘛 一个歌手等三年 真的是随便丢出一首歌 我都是爱到不行的 今天我们其实会和 深深来聊聊你的成长 尽管可能很多节目 说过很多遍 今天也特别 你看现在我们旁听 有11万人 就是情感FM 整个就是来这边 听优秀节目的朋友 特别关注优秀音乐人的 一些动态 和一些他们的成长故事 所以我们来聊聊天 如果我们来开启 萌书的专业DJ的素养的问题 如果你给自己的音乐味道 或者音乐的感觉 三个关键词的话 自己来命名三个关键词 会是哪三个 三个关键词是吧 我是说我自己对自己定义的话 就是 有点难吗 这个就有点难了 没关系 安静 安静 还有呢 没关系 可以大胆的说 我希望的是 好听 好听 还有一个词吗 另外一个 怎么说呢 还是好听吧 因为我觉得 我希望好听这两个字 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对对对 我对音乐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知道好听有不同的含义 他们公平一直在问二巡 安排上了吗 我知道二巡二专 二巡呢 哎呦妈 也怕不是 等等吧大家 对啊 我们知道二专二巡 但是会有的 但是自己的还是不知道 对 深空间 我在宣传的文案当中看到 我们深深启动了深空间 这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种美学上的这种感觉 给我们讲讲启动深空间的初衷 还有几个城市的一些举办的情况吧 首先在就是有主办方找他说我 想找我开演唱会的时候 我是觉得这个主办方是没有拎清楚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普遍都知道 七十八演唱会是一个压力挺大的世界 市场上那么多歌手都在开 包括所有东西都挺难去操作的吧 反正就知道 就知道是一些非常难的事情 后面又找一个我这样比较信任的歌手 我觉得是自己找了一件压力特别大的事情 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是 脑子在想什么 那后面为什么叫深的深 不对 为什么叫深空间 我相信就是我的生命们也都知道 就是想让大家通过坐着听我唱歌 或者是站着听我唱歌 或者是最开始隔着一条网线听我唱歌 不同的空间去听我的声音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们当时就把它取名叫深空间 深深我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我们是三年前第一次聊天 是吗 成熟了很多 就是不是这种感觉没有变 只是因为我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我们其实电台的小编说 深深就是别看 他说比你这个老男人小一轮 他说 结果就说其实人家成熟度还非常高 对音乐的整个的情质 我就记得给你一个词是情质双高的 就是音乐上的音就是所谓音音上音乐上的乐商 还有情商智商双高的三高 哎呦谢谢你 谢谢谢谢 哎呦 就是这样 这个三高了不太好 三高不太好 现在你知道深深上次你给我那张专辑 就是深的深的张专辑 现在就在我的面前 在我的这个书柜上 我可以看到 他们写到的 第一打开 他们写到给孟雷老师吓我一大跳 好了 应该之前写了孟雷会比较好对吧 还好还好 我们继续让深深聊聊天 最近一首新歌 最近发的这首新歌 比如现在听到的这首 这首叫做来不及勇敢 来不及勇敢 我们将这首歌 这首呢 其实是一个动画 也是动画电影 昨日清空的一个歌曲 但是现在呢 这个电影就是改档了 所以暂时是不能够在电影院看到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 慢慢等待这个电影 再一次的上映吧 然后这首歌呢 我觉得是挺戳心的一首歌吧 因为很多人 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特别巨大的别离 或者是你要学会告别的一个过程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你错过了那段时间 你其实就已经来不 你就是你在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勇敢 但是很多东西你已经错过 不会再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这首歌更多想是想劝大家 能够珍惜当下的时刻吧 就是遇到了一些什么 想表达出来的事情 很多时候不要去害怕后果了 我觉得是当下去说出来 应该说不定你能够抓到那个时机 就总要比你后面去后悔 哎呀我当初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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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怎么怎么怎么 然而怎么怎么怎么了都要好 所以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来得及学会勇敢 真的是 我的访问风格可能是从这个走心的角度出发 我现在完全要进入这个状态 我想问一问一个我们其实 我觉得我是年轻人 那么深深其实在这个从当年一直喜欢唱歌 到一路走来 我们从这个成长历程上来分享一点 你到现在从当年唱歌的孩子 到现在这么受大家喜爱 你有想过这一切发生的 跟你如此的梦幻一般的顺利吗 首先其实它就不是一个顺利的事情 而且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我所预设或者是安排的事情 我一直觉得我可能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牙医 对 但是谁知道呢 对就很多时候你未来的事情都是预料不到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嘛 包括我当时在医学院学牙医的时候 我也在很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很努力地背书 翻译 准备考试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每天考四科 我能够挂三科 还有一科是老师觉得周深太可怜了 就给他个过吧 那个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些事情 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做好 自己能做的那一份事情 然后到了后面发现 感觉好像是冥冥之中 谁安排让我去音乐学院了吧 就是考音乐学院 考到音乐学院呢 然后又 哇 生代小节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你感觉 跟父母大吵一架之后 终于去了音乐学院 发现自己不能够再唱歌了 那种绝望 就不知道老天给我的安排是什么 然后依然是 我觉得自己还是只能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就是不停的去准备考试 然后结果就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后面就回国 就各种偏方治疗 也是特别绝望 就是那种你突然你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 掉进了一个 掉进一个池子里 然后那个池子还特别深 你突然看见一个飘着的木板 然后突然那一下 原来那个木板 它也 就它因为在那飘了很久 很重 完全不能够把你扶起来 就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绝望 所以你要说我现在 之前怎么会想到 现在怎么可能会当一个歌手 这完全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对 命运当中很多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把你莫名的 在你的梦想道路上 往前推了那么一把 所以 反正我个体来说 我又有时候喜欢把自己的感觉 跟这个嘉宾有一个connection 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勇敢和自信的孩子 而且我觉得面对梦想的时候 我有时候很无助 因为我知道之前咱俩分享的时候 咱俩都挺爱哭的 因为都属猴嘛 好来 深深曾经说过 对 爱哭 爱哭 爱哭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是证明这个人 他其实真诚面对自己的内心 那么深深如果在工作 比如面对 面对荣誉 面对失败和挫折当中 你怎么样的让自己从情绪的低谷当中来拯救出来的 我的话 一般我或者是开心或者不开心 我都是特别想唱歌的 所以我的情绪的宣泄的第一通道一定是唱歌 但有的时候边唱边哭特别的矫情 所以我就想哭的时候 对对对 更多会去借助一下电影或者是电视剧 那个会比较更有大环境一点 会更好释放一点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可以找一点相关情绪的电影去看一下 可以帮你把你的情绪宣泄出来 总比要闷着好 我一直都觉得喜欢唱歌或者是喜欢音乐的人 特别幸福就是他们有情绪不开心或者是开心的时候 可以有音乐这个出口帮他们去宣泄出去 所以也是倡导大家不要把自己都憋着 不要把情绪都憋着 就是释放出来让自己轻松一点点 然后继续去开心的迎接第二天 这样会很好 我在微博上看到看到这个大家跟深深的互动 其实我感觉不是所谓的这个粉丝和多么遥远的明星之间的这种互动 其实像伙伴很多小伙伴跟你就像林家的哥哥弟弟一样的开玩笑 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觉得音乐是这些听者的受众 他们的身份跟你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 就是跟他们的一个认知和这个关系的认知 我一直对他们的认知就两个字 一问或者是三个字 为什么 因为之前 对因为之前 我作为一个普通听众 我可能会去支持自己偶像的时候 我会觉得还行吧 我也没有做到怎么样 我可能就只是买张专辑 可能就只是他的所有的歌 我都会唱 这样我觉得我已经挺挺称职的 但真的当我在这个行业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生命们 我做的那些她们完全就是基本要求 那后面每天不停的打榜 我去哪演出 要跟着我去应援 然后要开始担心 深深深深深没睡好啊 是不是太忙了会睡不好啊 后面会觉得深深深深深深不太闲了 心情会不好啊 就是他们对我那种感情 我会觉得他们对我这么好 是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是得不到一些好处的 换句话来说 其实他们会很辛苦 去这样对我好 所以我很多时候会觉得 我特别的愧对他们 因为我不知道我拿什么去回报他们 所以这一点 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这三个字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维系吧 我就觉得一切我都只能够是顺其自然 就希望大家 我唯一希望的一个就是 希望他们支持我这件事情 不要把他们变得不开心 我希望是一个给他们 能够给他们传递开心的那个事情 所以这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要求 你在唱歌当中 觉得最让你开心的一首歌 在唱歌这么多年 最开心的一次唱歌是《乃自经历》 你还记得吗 最开心的一次唱歌吗 对对对 最开心的一次 来回想一下 打开记忆的磨合 哇 太多了 太多了 但是我要说现在 对 要说现在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唱歌 是我第一场演唱会在上海 唱大鱼的那一次 对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 面对那么多 全部都知道我名字的人 去唱歌 这种感受其实会很不一样 之前参加演唱会也好 或者是参加颁奖典礼 就是面对的那些观众 肯定不一定都百分之百认识你 但是真的在上海那第一场 你发现下面那个人都是 下面那些人都是为了周深 这个名字 买票 走进这个剧院 去听你唱歌 然后下面人开始合唱着我的那些 印有周深这个名字的那些 我专辑里面的歌 说你会发现 天哪 好神奇 原来我以为没有什么人听的这些歌 他们都会唱 所以那种感觉很 很奇妙 然后到了 到了快尾声的时候 唱大鱼 我就真的是没有忍住 就整个人就是崩溃了 就是哭得 气不成实 我明白那种感受 就是完全唱都唱不下去 而且在那个时刻 我唱不下去 我转过去哭的时候 我下面的那些生米们 歌迷们 他们可能是想让我 给我鼓气吧 给我鼓力 然后就继续 接着我的那段唱下去 然后没有想到鼓力没有做到 反而然后哭得更凶了 就是他们就把那首歌 接着唱下去 所以我现在那个画面 我是动不动就会想到的 我会觉得 就感觉有一种 就以前军训的时候 会玩那种信任游戏 就是你要抱着双臂 然后闭着眼睛 往后在一个很高的台阶 往后面倒下去 然后后面会有人 对 会有人接住你 你本身很恐惧对吧 对对对 很恐惧 所以大鱼那首歌 那一瞬间 我们觉得 哇 下面好多 好多的臂膀 好多的力量 他们接住了我 让我这一个 不知道 到哪去的人 突然觉得有一个归宿 所以那一下 那个画面 我是怎么都不会忘记的 这种体验非常难得 是因为 其实做音乐 我们知道 之前也跟歌手 有我们的分享 说 因为这条路 真的不好走 就是我们 姑且现在被大家认可的歌手 我们会知道 这一路走来的 坚信不易 但我们非常幸运 包括他们也在说 得到大家认可 是特别的难得 也不知道怎么就 刚才正如孙生所说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自己 能够承受这么多大家的爱 而很多歌手 他坚持了很久 最终他没有机会 他可能就放弃了 所以这一路上走来 怎么感觉 这个节目要到结尾 说这个感恩的话了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还有很多 要开心的事 也要聊的 一路走来 如果你想给自己 设定一个梦想的话 你觉得你的终极梦想是什么 我之前有终极梦想 我可以想到说 我想成为王菲 我想成为邓丽君 像他们这样 能够把作品留下来的歌手 那我现在 我发现那些 后面我都已经 没有这样一个梦想了 我觉得我只要能够 一直有歌唱 这可能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明白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就是不停地在被选择 我自己的感觉 有可能觉得 这首歌我觉得适合周深 但这首歌真的 只有周深能唱吗 不一定 但为什么别人 为什么别人给了我唱 我觉得那真的是 给了我一份信任吧 所以我 现阶段 我能做的就是 尽自己最大的力气 去唱好 每一首 别人会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的歌 就像我之前忘了 是听谁说的 就是听某个演员 他说他演了很多 不好的电视剧 但是他 做了一个好演员 就他把每个角色 都掌握到 自己的最大的力度了 我就希望 我也是这样一个歌手 所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 就是能够 希望一直唱下去 希望别人知道 周深唱歌还不错 因为你给我唱歌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我能明白 这其实是歌手来讲的话 之前为什么很多人说 他们在认证当中 就写歌手演员 因为这是最朴素的 一个最标 最核心化的一个身份 那我们聊了20分钟 今天我们来请到 小深深 周深 我老叫你小深深 会不会觉得有点怪 其实因为我年龄比较大了 你知道 是这样 然后其实周深 来到我们节目中做客 我们一个小时时间 跟深深聊聊天 我们先放出一首歌吧 好吗 让大家来 小歇息一会儿 深深喝口水 我们就放出你今天 刚刚来发行的 也正在宣传的这首 叫做 没有说完的故事 我们来听一下 没有说完的故事 我们来 待会再回来 各位来听歌 OK 刚才我发现会卡 大家听听会卡吗 来听听看 多深喝口水 应该是不太卡了 这种新媒体聊天的方式 真的很神奇 我们待会儿再聊 OK 只用一部电影的时长 终结失去的时光 我们曾经痴狂 却不得不散场 隔着一整片大海 又往年少在眼前跌宽 那海浪的方向 是有你的地方 一起去 风过的昨天 奔跑着 奔跑着 躲不顾一切 一起看 最惨的星空 做着梦 那十年少 不同伤痛 要记得 记得那故事 诉说 我们曾经也相识 就算现在隔三 天涯被岁月吞噬 只有没说完的故事 藏着最动人的解释 遗憾成了最悲的情诗 好的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里是萌乐访谈 我们请到我们的天籁魔音周深 因为今天 一个小时特别宝贵 我们就多跟深深的聊聊天 来 再放出我们今天周深的ID 各位来听一下 琴咖FM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周深 8月10日 娱乐频道 20.00分 至21.00分 萌乐访谈 我们一起聊音乐 琴咖FM 用声音产生价值 海浪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 满过天空尽头的角落 好的 回来 琴咖你还在吗 我在 你知道今天就是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之前我们包括跟深深的工作团队 对接了很久 就想把一好节目呈现给大家 但是有时候总是觉得语言那个东西 跟唱歌其实是一样的 有点遗憾性的艺术 它出去了 可能就刻在那里了 你没法改变了 所以我们就想从反面问一下 深深从是演唱事业到被大家认可以来 觉得最大的遗憾的一点是哪里 跟我们说说看 接音吧 说一下 最大的遗憾 对 目前来说最大的遗憾就是 自己影响力还不够 会让很多好听的歌 没有办法让更多人听到 像之前我发的很多歌 浓情当如你 或者是无关 或者是来不及勇敢 或者是刚发完的那些 刚发完的没有说完的故事 我都会觉得这么好听的歌 会不会是最后因为歌手影响力不够 没有那么多人听到 我觉得这是我到现在都 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遗憾 我能明白 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现代社会 我们可能会大家 整体的有一股氛围 觉得会 这名气 包括财富的积累 可能会大部分占据我们一个空间的追求的一个分量 但真的是把热爱投入其中 并且从这个热爱当中衍生出其他副产品 来涉嫌自己的其他的满足的需求 把热爱作为主导趋势的 这个真的需要坚持 这个好不容易 所以我也 就是深深真的是很棒 但是我是觉得 你说 就是很难的一个事情 这换过来说 又是非常感谢生命们的了 因为他们会在每一个榜单 就想的是怎么尽力 能够把我们一个人当一百个人去试 去打榜 然后就 他们都会把我的歌 刚发出来都会打到 像一些榜的前三 然后他们就想的是 能够让更多的路人看见 这里有个周深 这个是谁要不要听一下 或者是到了第二首歌 他们就 怎么又是这个周深 我们要不再听一下 然后第三次就是 周深啊 我听一下吧 所以你要问我 我跟我的生命之间 是什么样的感情 我真的会特别说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 我这次回家 待了很长时间 我一直觉得 我家是一个特别可怕的环境 因为我都会从我睁眼 到我睡觉 我家都会从不同的设备 不同的角落 都会传出我的歌声 我妈妈 要么用手机在听我的歌 要么用iPad在听我的歌 要么用收音机 各位收音机他都能有 就在那听我的歌 天哪 我觉得我家特别诡异 这个地方可能是 只有你请 那那个地方 都是我嗨 那另外一地方 阿基别烦我 我觉得我家好可怕 而且我妈妈是那种 能够听着我的歌睡觉的 所以我觉得好可怕 然后后面我再回过来 会看到生米们 我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啊 除了我家这样一个角落 我相信 说不定我生米们 他们家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 就特别感谢他们 就不知道怎么去 更详细的描述这个感谢 就会觉得他们真的是 很神奇 为什么一直这么的在帮助我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他们 其实深深刚才说 好像有点诡异 就是开玩笑的了 我知道那是一种 无比的幸福 我是真的诡异 我是真的诡异 真的诡异吗 我来喝水 只有你 但是你不觉得 就是对我来讲的话 其实有时候 我主持节目 可能妈妈年龄大一点 我回到家里 我说妈你看 是我央视的访谈 我说挺好挺好 你放那吧 就这样 我说你怎么不看一下 对 就真的让人很崩溃 好吧好吧 所以我当时一听 我说我妈妈会听自己的歌 我觉得还很幸福 所以隔地感觉不一样 真的很有趣 就是这样 真的不一样 尤其是我跟我妈妈 共同出去 哇真的是 只要主动跟她说话的人 她都会问别人 听过大鱼吗 没听过大鱼 听过欢愿吗 听过听过比加尔湖畔呢 我也很想在旁边 把自己抹下去 可能明年就会 长出来很多新的周身 妈妈真可爱啊 妈妈真可爱 妈妈最喜欢你的是哪首歌 妈妈最喜欢你的是哪首歌 在我妈心中 每首歌都是top 好吧 我的天哪 这个笑声太可怕了 top one对吧 简直是 每首歌都是最棒 每首都是top one 太逗了 我特别害怕他们手机响 因为他们手机也是我的歌声 特别可怕 你知道吗 挺好的 我家真的 但是你知道对我们外人来讲的话 送你的乐园就是我家了 但你说对我们外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 就是 真是很幸福 就是整体家人的支持 哎呀 有点意思 我们能话题 往前逃一逃吗 那个 深深 我们想 想从 从整体的来回顾一下 深深的成长历史 还回到那个 大家其实认识你的 那个比赛哈 那个比赛 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 嗯 对 当时的比赛 建议跟我们聊一聊吗 怎么的聊啊 我当时就是 嗯 我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 嗯 我当时啊 我没有意识到 我穿的这么的不好看 但是呢 所有的导演 他们都说 你穿的特别好看 特别精神 就这么上去吧 我当时说 好 然后我就化了妆 嗯 后面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那个化的妆 原来这么的没有意义 你知道吗 都没有化 我就问化妆师 你把我尽力化好看了吗 化妆师说 好看呢 嗯 我说好的 谢谢化妆师 后面我化完妆 我就说 那我去捣饰个头发吧 然后就去抓头发 我们那个发型师 给我捣饰头发 大概就用了十秒钟 我后面觉得 呀 我头发 挺天生立志的啊 看来天生行挺好的 什么都没动 就直接就去 叫什么 就直接上台 试镜了 上台 对吧 到现在我都看 我看到弹幕都在说 你化妆了 他们都不信我盲选的时候 那是化了妆的 你知道吗 天哪 然后就上了台 然后就结果 我到现在 我觉得不说假话 我就到现在 我从我出场 到我下场 那整个阶段 我估计是没有完整的 看过一遍 因为真的 太看不下去了 你心脏受不了是吗 就是我演唱 对 因为太吵了 而且我尤其 记忆是我在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中间会有个 转场的VC 中间就会有放我的一个成长经历 我就发现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我身高一米六一 我在后面换衣服 都是恨不得把衣服要扯碎了 就说大家可以不要再放我这一段了吗 但你知道 我真的很累 我跟周深就见过两次面上的直播见里 周深是一次比一次帅气了 是真的 就是我记得第二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是你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那张照片是在微博里 大家可以去我的微博搜 周深两个字 只能看到我们俩合影的照片 第一次 那是三年前 我那时候很瘦 健身正成功 就两年以后见到你 我胖了二十斤 这次访谈我又胖了 真的吗 我跟你说 我跟当年你看到这是不一样的了 我已经变成大叔了 天呐 所以你知道周深 你的状态是非常棒的 所以保持好青春 所以刚才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你长得特别的高 你多高了一米九 没有我八六 八六 八六是吧 你知道吗 你要说到一米八六 我更生气 我问一个 我问了一个一米八八 还是一米八 也是八六的一个朋友 我就说 你觉得一米七五矮吗 他说一米七五还行吧 我说那一米七零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矮啊 他说那我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因为在我眼里 一米七五以下 长得都一样高 所以他说 他说你虽然这种一米六一 对吧 没事 在我眼里 你个一米七三的 长得一样高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天呐 你就是 哎呀 心态 你知道 我是从我的这个 这个心态 我从深层次讲的话 就是 音乐真的让人 可以保持很好的状态 年轻的状态 你知道深深 我从各地讲 我这一两年 咱们接触这个三年之后 我这一年 我抑郁了很久 我的状态 跟当时见到你的时候 有所不同了 所以如果谈到音乐 给你的 给你的 就是 没事 先不谈我 我们谈到深深的 这个音乐对你的改变 你觉得音乐 给你带来最大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 音乐给我最大的东西 那肯定是生米啊 生米啊 除了生米呢 好官方啊 官方啊 其实真不官方 心里话 不不 这真的是事实 对对对 其他的是什么 我觉得音乐 它一直都在我的生活 当中存在 并不是说突然 我因为参加了个比赛 因为出道了 音乐才出现 那不是吗 因为从我第一次从 不知道从哪儿 开始听到第一句 那个 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一刻开始 音乐其实就已经 在我的生活当中了 所以你要说 音乐给我带来 最大是什么 不知道 它就一直在我身边 存在着 那你要说 给我带来的是什么 那一定是生米 因为我只有 站到那个台上 才会让他们看见我 才会让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那么的支持我 真的是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嗯 呃 这个状态 因为我们之前 可能跟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大家 在娱乐圈之外的人 会觉得娱乐圈里 可能会竞争 非常激烈 大家压力也比较大 平常怎么排线压力呢 深深 怎么排线压力呢 哎 深深掉了 来重新练一下 深深 刚才网络有点掉了 我们重新练一下 没关系 我们音乐起 深深深休息片刻 掉了一下 听下歌曲 再练一下 没问题 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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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练 来 来 大家先 重邀大家哈 大家 大家先帮我们 留一下麦絮哈 我们让深深上来 好吗 我们谢谢大家 大家先 留一下麦絮 我先请一下麦絮 我们请深深上来 好的 来 再联一下 嗯 喂 大家好 听得到了吗 我跟你说 绝对这个排线压力 是一个可怕的话题 你一聊就掉了 对啊 来来来 排线压力 这个没有办法呀 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 你会怎么样 去排线压力 我听深深的歌呀 真的是 哎呦 你好好说话行吗 我不闹 不闹 好好说 不闹 就是 我反正 我是在我的这个收藏专辑里有几张啊 包括我们下一次采访的歌手是一位新锐的民谣歌手 还有你的深的深 我记得在第一次访谈你的时候 在做节目发出预告的时候 我朋友圈里有一个资深的一个音乐人和一个评论家 他说你告诉周深 他这张专辑是我认为在去上个年度当中跟你采访的那位民谣歌者的这两张专辑是能排到前十倍的两张专辑 我说我一定把问题给你带到 这是他的语言话 是这样 所以谈到 所以谈到这奖项了 我们知道我蛮关注音乐奖项的因为我作为DJ的身份 有一个唱功伟的奖 CMA 我是非常认可这个奖的 因为这个奖坦白讲 哎呦别提了 你一认可我就心碎了 心碎了 没有了 但是也算是荣誉 你给我讲讲这次奖项的一个提名情况 因为我知道还是很不错的 我觉得 那唱功伟啊 哎呀 破音了 一提到这个奖就破音了 唱功伟我连续去了两届 挺开心的 首先都是两次都是提名了 最佳新人嘛 但是又很遗憾的就是 两次去了都没拿奖 没关系了 突然怎么就那么油腻的呢 你怎么变成北京味了 我天哪 都没拿奖 对啊 就突然就是那个老大爷在那喝着水 吹着对吧 吹着口哨什么 今天是不是周末了 我感觉真是好开心的 待会儿会不会可以去happy 我天 我的老大爷喝口水 我自己happy 你就自己在家玩游戏 大家都知道我明天会有个游戏直播 我这几天天天都在练那个游戏 你知道吗 那个游戏玩的跟恐怖游戏一样的 第一次死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死的 在生活当中 我觉得我得跟上你的节奏了 我也happy起来 别玩深沉了 我也happy起来了 生活当中 你最喜欢去哪里玩 或者是比如喜欢旅游的城市 或者最喜欢吃什么 这两个点 就是去哪玩 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什么 那大家都知道 我特别喜欢吃土豆 最想去哪玩的话 我其实要说 我经常去的地方 那肯定是电影院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 我一般不出门 对对对 一般就去电影院 看看电影 然后最喜欢旅游 我挺喜欢旅游的 但是你要说哪个城市的话 我真的是 我目前特别特别喜欢的 就是洛杉矶 可能是因为 深的深这张专辑 是在洛杉矶那儿 80%还是70% 是在洛杉矶路的 就对那儿特别有感情了 我就觉得那的人 那的人就特别的开心 随时都是一张笑脸 Can I help you? 英文怎么样? 就看着我特别无助 因为我迷路了 我在林山丁迷路了 我就特别的无助 在那大概原地 转了三个圈吧 你在哪里迷路啊 跟我们讲讲这次的经历 怎么会迷路 有没有什么奇遇 我哪知道是哪啊 我就是出去找个饭吃 我都能迷路 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我就出去吃完饭之后 想回酒店就找到了 了解 在抑郁当中 就是你在外国的话 或者一些抑郁的话 会有创作的灵感吗 会有一些像唱歌的欲望 因为我知道他们街头上 经常会有人在那边弹唱 你有冲动上去 我唱一下 I'm a singer from China 会有那种冲动吗 你要说这个 我印象最先是 我在那个星光大道 就是洛杉矶的星光大道 去玩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 可能是对 街边艺人 他们会自己做专辑去卖 你知道吗 他们就 他们会觉得 他们是觉得 我时候没有听过歌吗 就是一个黑人 过来他会跟你说 买我的专辑 我的专辑很好听 然后他说 你不知道我对不对 我就是Justin Bieber 我就 我就转过去 白脸问候 我再也不怎么听欧美音乐 我也不可能不知道 Justin Bieber 长什么样吧 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在国外 很有可能 他那张专辑会很好听 但是 就是 你会发现 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国外 做音乐的 其实都挺难生存的吧 都挺想 让自己的音乐 让别人听到 哪怕他骗我 他是Justin Bieber 我就想象那个 他其实骗我 他是雷哈纳 还比较好 毕竟大家都比较黑 我觉得我都能想象 他那个样子 嘿嘿嘿 boy You know who I am I'm Justin Bieber Listen to my song 他被逗 对 You listen to my other boy It's wonderful 我就 好吧 谈到这个梗了 先生有没有想过 唱一些英文歌曲 我来张英文专辑 或来一首 来张英文专辑 对对对啊 来张英文专辑 那可能会是我退休 之前的最后一张专辑吧 我在中国出一张英文专辑 对啊 翻唱一些专辑 其实大家 我是做不到 对对 好了解 但是唱的话题 你会平时都会唱了 所以平常 我们知道生米对 深深很了解 平常你自己最喜欢唱 谁的歌 可以不说歌手名字 可以说歌名 对 让我们猜猜是谁的歌 哇 这个 哇塞 你这个问题太难了 太难了 了解了解 邓丽君 他们说邓丽君 对吧 对我肯定 你不是让我不要说歌手名字 他们说出来了 The reset 邓丽君 小姐 而且他们还打出了我的歌名 那是一个好地方 高山轻轻流水长 陪伴着我们俩 初恋的地方 我今天其实一直在想 我怎么样深深能多唱几首歌 但我这让歌手唱节目 其实不太方便让歌手太唱 叫深深今天 我自己唱了这么多首 我们这个录音真是 我要疯 我跟你说 Lemons 我在我们这次访谈里面 算唱歌唱的最少的了 最少的了吗 天哪 对啊 我就是一个动不动就开口唱 因为我被 算是被高晓丛老师教育过吧 因为我之前 我跟他一起 在那个专辑 首唱会的时候 然后就有记者就说 周深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专辑吧 我就开始慢慢的就说 这样专辑主打歌 是蓝色浆楼伞 为什么是蓝色浆楼伞呢 因为他说了我的 巴拉巴拉成长故事 然后高晓丛就旁边 听不下去 他就 哎周深啊 你别说那么多没用的 你唱啊 音乐你说再多没用 你只要唱 大家就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了 所以你就唱就对了 所以从那之后 我一般跟别人聊专辑 或者是聊歌曲 我就直接就是唱 要不然我就觉得 的确我也不太会表达嘛 我就像高晓丛老师说的一样 唱就对了 谈到高晓丛老师了 我们想吐个槽啊 上次上次你曾经跟我 你要吐槽高老师啊 没有 等我现在连线一下高老师 没有没有 我们悄悄说一句啊 因为上次 我跟他跟你聊的时候 你你曾经跟我说过 高晓丛老师 其实四肢特别瘦 我是是吗 你是在侧面的说 我们高老师脸大吗 没有啊 就是你曾经跟我说 高老师听见会打人 我那个录音还在 你知道吗 你曾经跟我说 其实高晓丛老师 四肢真的非常瘦 所以当时我说 乱说 我说的是高晓丛老师瘦 并没有只是说 他的四肢 我只是说 我们高老师就是瘦 他哪都瘦 他哪都瘦 行 笑死了 我们再放一首歌吧 大家觉得 今天聊得很开心 我也被吊动起来了 弹幕有人说 你当我不上网吗 你们相信我 高晓丛老师真的很瘦 我记得当时 你跟我说的时候 我蛮震惊 我说真的吗 真的吗 因为我知道 我们那个年代 我看到他 他和老郎老师 年轻的时候 在二十出头的时候 是真的特别帅 是真的很瘦 所以我当时 你知道吗 深深 我觉得我的未来 是不是要那个样子 没有了 开玩笑了 你别说你震惊了 我见到高晓丛老师 第一面 我都震惊说 哇 您这么瘦 那照片是谁给您批的 开玩笑了 我们来看 好了好了 高晓丛老师对不起 哎呦 我怎么能在这 说他坏话 没有 高晓丛老师我错了 大家看个公屏 欢迎大家来聆听 我们今天的 琴卡FM官方娱乐频道 请到我们周深 我们天籁魔音 他们说 一提到这个名字 你说你就要吐槽 天籁两个字 这是有什么梗吗 对 我特别讨厌别人说什么 天籁美深 周深 什么天籁魔音 周深 什么人间仙子 周深 妈呀 你给自己来一个 让我好好的唱歌吗 你给自己来一个定位 你觉得就是如果我来介绍 今天我们的 你说 嗯 嗯 就是就像我好声音里面 来自贵阳的小个子男孩 周深 就是那样发音的是吧 就是那样的 他们是 欢迎来到中国好声音 下一个选手 是来自贵阳的小个子男孩 周深 他曾经就这样 我们的旁白 对啊 超级逗 我们的旁白是这样说的 现在向我们一面走来的是 来自贵阳的一米六 哈哈哈哈 我不行了 Happyness Happyness 所以在音乐当中 你觉得这快乐的时候 就是 哎 我特别想要有一个问题 对大家都想知道的是 你在你在唱歌的时候 和平常生活里边的反差大吗 就是在舞台上 或者是在工作状态 音乐当中的你 大呀 大吗 嗯 大呀 就是你大家平时听我唱歌 都会觉得 哎呦 周深这个歌手哈 你看 唱的歌都那么的郁郁寡欢 生活是多不如意啊 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惨事 才会天天唱那些歌 但是同学们 不 周深是一个很开心的小男孩 他也是每天睁开眼睛就刷牙 睡觉前 又刷牙的健康的小男孩 所以我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只是说唱歌的话呢 你要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风格嘛 然后我就向他说会比较郁郁寡欢 这就是涉及到一个话题了 深深 我特别想聊一个问题 就是你觉得这个唱歌的时候 比如人家说演戏啊 反正我是因为我老是爱听 忧伤的歌曲和读一些悲惨的文学作品 最近开始学哲学 这人变得忧伤的歌曲是什么 忧伤 忧伤对 我可我怎么在心说 来 就是忧伤的歌曲啊 就是你 我说一屋还批发歌曲 就是你唱了太多的温柔的和忧伤的歌曲之后 会对你某些层面 比如生活 比如性格 或者一些情绪上会有一些 微微的一些进入或者是影响吗 会的 当然会 就有的时候在录音的时候 我印象中是 我忘了是录哪首歌的时候 就突然录着录着 我心就开始非常的down 好像就是在录那个来不及勇敢 因为当时我们在一直在想要把那歌词改特别好 来不及勇敢那首歌的歌词是 在录之前前几个小时 大家几个人围着一起把它改的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哎呦这个曲太好了 这个词我就觉得不太好 然后他们一直改一直一直改 然后到后面正式录的时候 突然就唱着唱着 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沮丧 我就觉得哇 就开始发现 很多突然开始看自己手机那些通讯录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高中也好 初中也好 当时你们关系最好的 就像我初中 我有一个广播式的小伙伴 我们经常一起去放碟子 升旗一起去广播什么 大家要开始做眼保健操咯 或者是某某同学现在正在升旗 请不要再走了 这种事情 你会觉得你突然发现 哇大家留的最后一条信息 可能只是在过年的时候 说的新年快乐 你会发现当时那些青春真的都过去了 就会觉得很多事情 再去找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都没有办法再回去 当时那个感受 所以唱那首歌当时就特别的 down 特别的低落 如果说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就是说平常很开心 但骨子里其实是比较忧伤和 和对这种 好了不用给我第二个了 我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是吗 所有事情摆我面前 我都会第一反应是会去想到一个 比较不好的结果吧 因为我 我的生命们都知道 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失望的人 所以每次一发歌我都会觉得天哪 这首歌 他们听了会不会失望 他们听了会不会怎么样 所以我是一个这样的乐观的悲观 这一阵 明白 哎 我觉得我需要改变一下状态了 我觉得我这三年变化 简直太太太太太厉害了 我记得我在听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我状态还不是这么当 今天我一直觉得我听我听歌曲说我很当 我觉得你你你整个人都特别的深沉 特别的沉稳 不愧是拥有难低音的主播 但其实我我我以前一直以为讲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赤子心 我觉得深深也是有颗赤子之心嘛 就是一直我们对音乐 对朋友 对美好东西的纯真的热爱 以及这种本我的这种特别温暖别人的欲望 和得到大家肯定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这种渴求 是非常值得这个大家来呵护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是一个比较容易受伤的人吗 就夺不到肯定或者是比如说 当然了 我是一个特别怎么说 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 所以你如果都已经感性了 你注定会容易受伤 有的时候会可能换句话说会有点矫情 但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我刚出到第一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状态是特别差的 你会觉得我在干什么 你会觉得我唱歌我在台上一直紧张 我怎么去唱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特别特别特别差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性格是好还是坏啊 但是这样的性格也可以去帮我唱歌 所以现在的我相对来说能够跟他好好的协调吧 我现在已经接纳了一个这样的性格 然后去适应他该怎么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而且我想劝大家就是说 对有什么事情真的你要去直接去表达会好很多 因为我是天秤座 然后天秤座其实会经常会考虑到周围的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事情会憋着不说 或者是为这个考虑完为那个考虑 害怕说出来 害怕说出来 这里有个我们有个听众他说是女的吗 我以为是男的 没错我是男的 我是男的 我是男的 这个梗儿 这个梗儿 这个梗儿就是到底到底要延续多久 我的天 这真是 我疯了 这可能会伴随我的一生 你知道吗 一生 就是我之前 我本来想 我本来想跟我们团队说沟通 我们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 其实说说也不妨 就是之前刚开始注册的时候 深深刻是不是自己注册的时候 把性别给注册错了 对啊 没有 没有 就后来我们当时说 这必须得改过来 这立刻给我改过来 特别的 这太吓人了 特别逗 好 我继续刚才说 你们天秤座是一个特别想照顾别人感觉的一个星座 但是现在我经历那么多年的工作时间 我想劝告每一个人有这样想法的人 你们不要再这样想 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有的时候你去更直接的表达你的想法 可能有人会听见不开心 但是那个时候会很直接 但是如果你是在心中一直去纠结 要照顾他 又去照顾他 去说另外一种话的话 别人会觉得你虚伪 反而就是怎么样都吃力不讨好 你还不如更直接的去表达你的一个意见 我觉得那样会特别特别好 所以就是以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去面对所有的事情 那样其实会给你省去很多很多很多的麻烦 什么叫非常的交际花 我 我是个宝宝 对啊 你知道我就想起来 我在直播的时候经常会闹一个梗 就是我有时候开玩笑说 人家还是个宝宝 就这样 我觉得人家就是个宝宝 是大家永远的心态当中一个特别特别渴望的 特别像在山洞里面说话 所以是你到山洞的时候就是个宝宝 对啊 他是个宝宝 我不闹了 我不要闹啊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 好吗 先生我们来听三分钟这首 我当中特别喜欢的一首《一缕纸念》 听听看啊 谢谢喝口水啊 我们还有最后十分钟 OK 我们插一句啊 今天我们现场的深深来到直播间当中 我们还准备了几份小礼物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琴咖FM的公众号 就叫琴咖APP 情感的琴 口子边大咖的咖 紧接着再打上APP 最新的文章当中来给我们留言 我们准备了五张海报和五张深深的签名照片 我们会从中选出留言精彩的小伙伴送出礼物哦 所以欢迎去留言琴咖APP 好吗 来继续听歌 也谢谢深深支持节目啊 摩摩哒 谢谢谢谢 继续听歌 摩摩哒 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啊 开玩笑了 一开始的雨夜 你是我的一历之年 那深深水也跟着我蔓延 我以为了你 参透了枯木茶 我以为了你 去看梦远山 我以为了你 住我 我以为我 我以为为了你 你会看到我 10点00分至21点00分 萌乐访谈 我们一起聊音乐 琴咖FM用声音产生价值 没有结束 没有结束 各位不要着急 没有结束呢 还听到我声音吗 然后我们 之后我们还有大概五分钟的 五六分钟时间 我们今天答应大家 要选一位小伙伴 你的声名跟你来连线聊两句 我们看在 你这边选吗 我不敢得罪他们 现在你看连线上有22个人 你选一个数字吧 我现在看有多少人 一共有三人 这么多人 你来选在50个人之内 你选50之内 你选一个人来连麦 好吗 在66个人里边选 我选个编号 可以往大的选 66个人 往大的选是吧 那就1800 不要闹 其实没有时间了 不要闹 快快快 来 来 选一位 那我就选 怎么选呢 这个太难选 选一位吧 那就选 你最选的数字 对 33 33 好 我们来连上这位朋友 我们就聊三分钟 好吗 我再数一下 没有数字 我这跟自己捣乱 没有数字 我一个人数吧 没关系 123 4 5 6 7 8 9 10 11 12 34 15 16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这个朋友叫做我的女神是男神练一下他来 练上了 听到吗 嗨你好 嗨 听到吗 天哪 他竟然会是我 孙孙 要白你 你好 女神是谁 你好 你猜啊 肯定是幼蛾子女神啊 天哪 是吗 你把那名字说出来 你的女神是谁 幼蛾子女神 幼蛾子是谁 欢迎欢迎 欢迎这位 我不高兴 哎 哎 这位粉丝朋友 你好啊 来 先我们 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慢慢来 先跟我们自个介绍一下吧 这位粉丝小伙伴 来 我是云南的生米 嗯 哦 所以怎么称呼你呢 然后就这么结束了吗 这么简单的吗 朋友会不会聊天 我真的太紧张了 我姓 我姓肖 肖 好的呢 对 小月肖 我们就问几个问题哈 首先 肖面 就是我们要非常亲切地称呼你一个字 肖 就可以了 他用回音啊 肖 肖肖 对 肖肖 肖肖好 肖肖 肖肖喜欢 肖肖 肖肖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周先的 16年的时候我就看过好声音 然后就很喜欢 16年你出去吧 我是14年的 这位同学可以下线了 没有没有16年我才 16年 16年的时候我才开始补刊 2014年那一期嘛 哦 圆的非常好 圆的非常好 你别紧张 你淡定 是真的 是真的 好了 然后去年看了摸面唱 这样就在猜嘛 就开始 去年才看 我是前年的 这位同学再见 我都是一直在补看 我之前都没有看的 我的妈呀 肖子是岁了 对 欣欣有没有有影响过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哦小肖小肖同学 原来我只是你的一个墙头 是吗 不是墙头 这是我第一次追星 哦是吗 第一次追星 哇我原来 说吧 而且我年龄比你还大哦 哎呦听不出来哦 所以啊 你有很多阿姨级的粉丝 也有很 也有很多那种很很年龄很小的粉丝 我特别想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 你是阿姨级的粉丝吗 你声音听着很年轻哎 哈哈哈 你可以把我当成 当成阿姨级的粉丝 来来来 我们的肖肖 还有人愿意当阿姨级 肖肖因为 今天时间还有限 我们 我们今天节目一个小时 深深之后 还有这个通告要上 我们最后 请肖肖来向深深 来三句话的表白 献出你最想对深深说的话 以祝福 好吗 我可以把他逼死你信吗 来 肖肖时间 我数着呢 深米会一直支持你的 你就好好加油 你再说话 来再说一遍 来来来来来来 就是加油 深米一直陪着你 你就努力去飞吧 嗯 好 往哪儿飞啊 行 谢谢肖肖 是不是往生米的心里飞啊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 大鱼这句话 嗯 好了 明白的 行 谢谢肖肖 嗯 好的 没感觉到肖肖 特别喜欢我们的 深深 第二句话呢 对 还有两句 快快快 哈哈 来来来来 不知道要说什么 来 那就带 带地生米们再跟深深表白吧 爱你 嗯 我 这个 哎呦 来第三句 下一句 嗯 期待你的新歌 好的 哇你真的有这么多话 还有第六个 能不能透露一下 这个月 哎呦 我不知道 你等着吗 来 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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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用 你唱一句周深的歌 唱完之后 我们就轻轻把你抱下去 所以今天你连迈的完美的结束 好不好 我 我们的肖肖得罪了谁啊 上来要问三个问题 来 还要唱歌 来 一句 你最 最喜欢的 来来来 我们时间留给你啊 来来来 没事 别紧张 加油 你随风 我都不会唱 快快快 快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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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白玉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算了吧 谢谢 谢谢 为你打扣 为你打扣 谢谢肖肖 好 谢谢 好了 声声 咱就感同歌把这里弄个好好休息 嗯 好的 谢谢肖肖 今天把你抱下去了啊 好嘞 谢谢肖肖跟我们深深聊天 好嘞 谢谢 嗯 嗯 啊 真的很happy 学生啊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请到学生 周深来做客 我们的节目 但我是觉得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音乐是特别神奇的事情 大家可以 我现在也提醒 我们工作人员 可以现在来录个评啊 因为最后 深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了 今天 我们特别开心 因为我们蒙乐访谈 是和琴卡 反正我们全网最专业 最有品质的网络广播平台合作 打造的艺人深度访谈 今天有幸听到了 我们还是要说那个词 因为我们真的是觉得是天类魔 因为我们的周深做客 直播间 讲了他的分享 他的经历 我没体会到深深在 很多人都是跟你一样 这么的倔强 所以大家都叫我天类 我上升金牛了 特别倔强 所以谢谢周深光临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生命当中 能有一个很好的声音 能走进我们的心里 并且能够得到大家的爱 我们也看到一个 不矫情不作作 自由如你 快乐如你 洒脱如你的 深深 继续承载的音乐 送给我们好听的歌曲 所以谢谢你光临 来最后跟我们的 所有琴卡 琴卡FM的小伙伴 一定的生命里面 说几句吧 好吗 谢谢 来 大家录 谢谢琴卡 说几句是吧 对 说几句 哎呦 说几句 我也想不出 我要说些什么的 哎呦 那就说谢谢 小伙伴呢 谁呢 我们先谢谢琴卡APP 再谢谢我们DJ雷蒙斯 深情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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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情的观众 不要闹了 不要闹了 来来来 就是 谢谢他们能够 就是在 无论是在网上支持我 或者是 特别 特别辛苦的打榜 支持我 或者是我无论到各地 都会来现场去应援我 就谢谢他们无论在 我看得见或看不见的地方 都一直在支持我 就谢谢你们 能够这样一直 给我温暖啦 对对对 谢谢你们 这种话 他们都听了太多了 太多遍了 所以喜欢你那个 一来谢谢琴卡FM2 是有风格对吗 一来谢谢琴卡APP 二来谢谢 BJ雷蒙斯 行了 挺开心的了 那不是让大家关注 关注的公众号叫琴卡1 对对对 是的 所以谢谢深深了 然后要保证 这个公平怎么突然开始滚那么多 吓我一跳 对啊 大家一起打出来吧 我看大家打出一个话 来欢送我们的心声 打出我喜欢的人叫周深 他唱歌很好听 打出这句话来 来我们一起打出来 好吗 谢谢谢谢 陈生深深 那我们就有人在会了 祝福你这 我们的深空间 能够继续在全国 哪怕全世界 开遍地开花 然后祝福我们的二旋二专 大家所说的能够安排上 同时注入新专辑 得到更多的喜爱 在更多奖项 能够斩获很好的荣誉 好吗 深深 好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一起打咯 拜拜咯 深深 早早的睡觉吧 好嘞 拜拜 晚安 拜拜 祝你周末快乐 明天玩游戏 happy happy 大家周末快乐 拜拜 大家祝我吃鸡 我一定要吃鸡 拜拜 拜拜 深深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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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